然后再来 大家都以为那是他们家的地 对 农地农用 你没有种出西瓜凤林 你种出一栋欧丰的木屋豪宅 然后呢 自己如果没有地 迫于无奈 只要住在这里 那也就算了 他自己名下土地 他五十多笔土地 五十六笔土地 自己有五十六笔土地 去占国家的土地 只缴农用的六千多块 然后种出一个豪宅 这叫做相对剥夺馆 对 对南投人来讲 我也买 然后国民党要年轻人去背贷款 对 我待会讲 我现在讲说 这件事情对南投人来讲 一定会讲出那句话 这样我也买 我刚才一套 王瑞德大哥也说 我也买 那个叫做相对剥夺馆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没有办法形容的就是 当你们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 他们搞这种事情 国民党好像有开补习班 叫大家什么搞土地 跟搞那种 占土地 然后变豪材 到时候他们不是说 要教年轻人 对对对 你账钱买账 到底怎么讲 颜家也有 张家也有 然后台中某一个张家也有 都有 都他们家 好像有保识班在教这个 那我最后要讲 就是说 当他们掌握国家权力 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民众又有相对剥夺感的时候 连严宽恒都知道自己要开个小怪手 去打个洞 我打个洞 选后再来处理都没关系 他只打个洞 选后再来处理都落选 补选都落选 那现在南投这样的处理 你觉得南投人 我认为南投人的水准 大家都一样高 南投人 资讯没有比较封闭 我对于侯友宜的购物政策 我只有一个看法 任何政治人物 帮年轻人寻找更好的方法 拥有自用住宅 我都认为值得鼓励乐见 但是侯友宜提出来的方法 明显不懂年轻人 你知道吗 现在的利率大概2.06% 2%左右 你大概1500万 每个月要缴5万 然后他说 我还对你很好 延长到40年 年轻人 他说五年宽限期 意思说 前五年不用一个月缴5万 我们有缴过房贷都知道 那个金额是一样的 前面宽松让你轻松一点 后面也是要缴 我讲一个基本事实 如果我让你贷40年 然后每个月要缴5万块 一个大学毕业 刚出社会的 一个年轻人几岁 22 40年后他几岁 62 我要从22岁 每个月缴5万块的房贷 缴到62岁 这个方法是不是个好方法 我建议侯友宜市长 你再思考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情形是什么 他刚才讲说 我有资格限制 我特别看到 他有资格限制 你的所得偏高的不行 你都知道所得偏高的不行 一个月如果薪水 他都会偏低 到底是多少 我不知道 偏高 如果说是4万块以上偏高 你整个月 就在百拉平 就矛盾 我每个月所得 如果没有达到偏高 我怎么月 我整个月缴不出5万块 对 我怎么带得到1500万 你有看到两个条件 对 我光带款 每月要缴5万 那我收入要多少 我不管补贴利息什么的 就是你每个月要缴5万块 我又有资格限制 不是大家都行 我有排付条款 家里太有钱的不行 又排付了 你的所得太高的不行 那我所得没有太高 你的高 话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就算月所得8万 你每个月缴5万 试试看 对 那也很重 你每个月缴5万 生活费只剩3万 每个月缴5万 你没孩子都不用处理 所以这个方法 看起来是好心 要解决年轻的购物问题 我还是肯定 有这样想是好事 但是这个方法会制造 一辈子的财务陷阱 有点像中国的一带一路 我只照你去港口 我只照你去梯路 结果就倒下了 他有可能制造是财务陷阱 而且他想年轻要免税 你知道蔡英文执政到现在 台湾已经有47%的人 不用缴税 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现在月所得 3万多块的薪水 是不用缴所得税的 那如果不用缴税的人 才叫做所得符合你的条件 你的5万块房贷 其实违得不处 再想一下 这方法不是好方法 是 来 易三兄 我们说看到这个情况 如果说要带1500万 那还不如比照马文君 来个优惠许多吧 这个每个月只要6000块 租个700平的土地 对 侯友宜的问题 刚才其实很大一部分讲说 年轻人到底负担不起 所谓的一个月5万到6万的 所谓的你的本席要付 根本就付班不起 因为现在年轻人薪水 起薪了20岁 顶多2万 顶多3万 所以3万你根本付不单 如果能到5万已经算不错了 不错了 5万大概都是做事 我说真的 我连我自己都是30岁以上 才拿到5万以上的薪水 所以你说年轻人负担得起 这么高的一个所谓的利息的 跟本金的一个负担吗 是负担不起的 1500万其实是负担不起 第二个 有没有利息补贴 其实我们现在的低率 给年轻人的青年优惠 都有所谓的利息补贴 如果你增加到1500万 那你的利息补贴要多少 要去精算 这一笔到底中央政府 要负担多少利息补贴 银行不会去单你 银行都是按照 所谓的中央存款准备率的 定出的这个利息去公告的 那年轻人会比较低的原因 是因为政府有利息补贴 而这些政府的利息补贴 要多少钱 这个侯友宜也没告诉我们 第三个部分叫金融风险 因为他说投期款不用支付 投期款也可以纳到贷款里面 但是投期款是什么目的 投期款是怕你缴不起的时候 我如果银行把你转卖 我要留投期款 因为会折价嘛 折价之后 我的投期款就等于是我的保证 如果没有这个投期款 你变成投期款也是用贷款的话 你变成整个的金融风险 你要银行负担 还是政府要来负担这个金融风险 所以这三个问题 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行的政策 而侯友宜 财务陷阱 对 都是财务陷阱 侯友宜只不过拿这个东西去 掩饰他们现在内部里面 包含总统 副总统 立委也好 所有的自己的房市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看到侯友宜的财产申报里面 竟然没有文化大学 奇怪了 因为他的文化大学的所有包租公的房舍 是定在他女儿的名下的公司嘛 所以你看他财产申报 是没有文化大学的 很聪明 为什么很聪明 你把他提到你的女儿的公司里面 你就不用申报你的资产嘛 你竟然可以这么做 你的文化大学的资产 财产怎么来的 我说真的邱毅被告 我不要再提 到底这些钱怎么来的 你自己的都还没有说明清楚嘛 你自己有问题 赵绍康副总统有11笔房地产 难怪他可以去教年轻人怎么投资房地产嘛 第三个部分 王宏威有敬意三笔的房地产 还有马文君的维建 可以用6000块去盖7万2的小木屋 虽然他说7万2 一堆人说我10倍跟你买 所以6000块的租金 去租国有土地 然后盖了一个豪宅 这样的种种你们内部 就不讲张志伦 本身有100万 100亿的土地资产 比如说国民党的这些 不管是立委参选的人 还是你的政府总统 都拥有这么多的资产的情况下 结果你提出一个 无法执行这个青年政策 这个青年只会看破手脚而已 是 太难明显 怎么看侯友宇今天 推出这样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年轻人 刚刚易善有指导 没有提预算 其实相关的一年的需求 是有提出来140亿 那因为买房是这样 差不多1500万 就说他提供一个选择 就说1500万在双北 大概只能买公寓而已 而且新房子也没办法 所以他是不是说 你要背那个房贷组 或怎么样 说他把时间拉长 确实有人想买房 而且提供一种选项 那我觉得说 除了这个提供诱因 还有利息贴补之外 社会住宅还要持续 蔡总统也说 8年要20万户的社会住宅 但是内政部公布 现在已完工 新完工 或发包即将动工 才9万多户 我觉得还是偏少 所以这个还是要努力要做 而且我觉得从社宅 真的是说要去帮助年轻人 只是说现在给外界的观感 是马文君的状况 就会让人觉得去做一个对比 南投县政府会去认定 除了说违建 他要去补照之外 到底有没有农地农用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要去处理 南投县政府已经说是违建了 对 因为让他补照 而且违建的部分 他要去现场认定 他又没有农民身份 又没有农友怎么补照 因为他不是定义的名下 当然去认定 我觉得这一部分 还是要依法行政 你觉得马文君他不猜 是因为觉得现在选情还稳 这次违建是这样子 这次违建大概总共 我觉得对选情影响怎么样 我觉得会影响 他的处理的方式 会影响到选举 当然因为选举 本来就是检验的过程 你不认识财产登记 不是到立委而已 总统所有都要 甚至我们思议员选举 也都要财产登记 这本来就是检验的过程 那违建也不是说 只有蓝的有 蓝的全部都是 土豪二生或二霸 都违建 其实蓝绿白都有 柯文哲老家 黄国昌也有 那这是包括陈明文 他的服务处也都有 包括台中延家 那是占用国有地 我认为这不对 违反法令的部分 我觉得这涉及到 不是只有社人 不是只有个人观感而已 而且会影响到选举 所以我认为 他要当危机处理 来处理这个要用 这个我觉得跟居住正义 是两回事 所有不论未来谁执政 甚至下一任总统是谁 我觉得对年轻人 我觉得台湾真的 对年轻人欠缺 现在年轻人不敢生 而且现在台湾生育率 是全世界倒数第一 我觉得谁要执政 都要帮年轻人解决 未来解决这些 包括居住正义 包括低薪的问题 蓝鱼现在似乎是用 黑寒抹黑的方式 包括抹黑 萧美琴也抹黑 王毅川 所以正好 现在是要怎么处理 这显示是 国民党可能是很害怕 萧美琴的 所谓的对于 赖清德的一个帮助 另外在张志伦家族部分 现在有抓到证据吗 我先跟大家报告 这种抹黑 真是无所不在 我坦白讲 王毅川计划启动 说我们打就什么 打正向选举 王毅川就提政见 两段是左转 单线道跟双线道 全部取消 对不对 然后三线道的话 要先评估 快车道能不能 汽车机车共融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要做车流研究 可以的话就直接转 王毅川是直接 去做政策对决 现在呢 他们开始造谣什么 第一个秋显制 请帮大家复习一下 两段是左转之父 王毅三 有够没水准 第一件事情 你就改人家名字 所以因为穿 要两段是左转变三 这第一个 有够没水准 你秋显制 人权律师 去搞人家名字 第二件事情 他在里面写说什么 王毅川在论文里面 主张要两段是左转 王毅川念工程的 论文 论文会这样子吗 王毅川念社会科学 可以主张要做什么政策 王毅川念工程 他只会说 在有两段是左转 政策前例之下 那个格子要怎么画 才会符合车流 但是工程研究 念工程的 不会主张任何事吗 我们去打脸 秋显制之后 秋显制到现在不敢 不敢回应 不敢道歉 另外一个恶毒事件 是这样子 最近中和 开始出现大量这种影片 中和的line的社群里面 这样哦 说吴珍是空降的美国人 说王毅川满嘴喷死 然后说我们是三剑客 贝格格选举蟑螂 他们根本不是中和 他用什么 畜生那个他 然后呢 说我有性骚扰前科 直接人生攻击 退选 我有退选没错啦 我什么时候有性骚扰前科 这个东西哦 在中和非常多 淋漓的line社群里面 都出现 这是很恶意的 非常恶意 而且没有署名 是在选举上 要选举黑函 对不对 因为选办法规定 所有文宣都要签名 不管在那边负面 结果呢 被我们抓包了 张志伦你不要说不是你 中和阳光慈善协会 在中和非常大的协会 有一个人叫做张国炎KY 在传这个影片 哦吼 就他的主任是不是 还有 鸡翠李大小师 我们有很多 不是只有这两个 鸡翠李大小师 张国炎KY 在传这个影片 张国炎是谁 在中和只要跑选举 跑超过一个月 没有人不认识张国炎嘛 嗯 张国炎是陈锦定 哦 就是张志伦妈妈的办公室主任 哦 现在是张志伦总干事嘛 那请问不是你张志伦发的吗 对 对不对 这被我们抓包了嘛 更扯事情是还有什么 中和里长连议会会长谢申如 南四角的里长 张庆忠张志伦的大条啊咖 直接说什么 吴征也有性骚扰记录 民进党早有性骚扰记录的中和参选人 直接讲耶 这很恶劣 而且他不只讲哦 是要动员哦 让张志伦在现场哦 在所有里民面前哦 说吴征有性骚扰记录哦 这件事情已经是已经不是说什么政党之间互相攻击可以解释吧 对 所以是选爸爸的黑寒心态嘛 所以要提告求偿吗 所以第一件事情哦 下周二我们就提告 我吴征王玉川去提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提告会发生什么事呢 公然五路加重毁放 这是一定的 讲人家背哥哥嘛 讲人家满嘴喷死嘛 吴征美国籍不知道放弃多久了 现在去说他是美国人有双重国籍 而且不是隐色是发黑函 这件事情哦 我跟大家报告 都涉及到意图审不当选 2014年民贤哥已经知道 那时候国民党的县长部 屏东县长部署叫张亚萍 在屏东的时候发黑函说 潘孟安 潘安在世 当场被抓起来 这重罪啊 最终可以判五年了 最后张亚萍被判两年十个月定业 进去做一年多 所以张顺人选到这边 不是打打嘴炮而已 张顺人急了嘛 然后重点我个人 我个人不是后选人 因为王一川被奖满嘴喷死嘛 王一川是候选人 还可以告嘛 吴贞是候选人 他还可以告嘛 对不对 我个人 他说我前科嘛 对不对 姓骚我前科嘛 我个人礼拜二同时 请律师求偿 1499999 为什么这个数字 超过150万要三审才定业 我比较快拿到钱 感谢张家 原外是我年终奖金 谢谢 那另外萧美钱的部分呢 如果说连对萧美钱都要发黑函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再来了 萧美钱发黑函 我觉得都是一个事情 会痛才会发黑函嘛 会痛才会攻击嘛 像吴夕颖 我们讨论两天就懒得讨论啊 他去杜拜他的公主啊 威风啊 去杜拜 还带着国安团队 对不对 从飞机一下来 哇 十几个人围着他拿公事包 不知道人还以为说 哇 这是哪个阿联酋的公主来了 对不对 吴夕颖我们就不讨论吧 对不对 赵少康我们也没很认真打嘛 对不对 反正他讲什么 我们笑一下嘛 为什么要特别召开记者 会针对萧美琴 他讲说萧美琴在对外软弱 对不对 我问个很简单 说话 背攻屈膝 背攻屈膝 对不对 我问个很简单的嘛 在软弱 有你们马英九 去中国软弱吗 有比你们连爷爷 去中国软弱吗 有比你国民党 就中国膝盖都软下来 跪舔软弱吗 有什么好讲的 萧美琴是驻美大使 对不对 你如果怀疑她的话 拿政机来比较嘛 把你们国民党的驻美大使 马英九执政八年的加起来 还没有萧美琴一条多嘛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有什么好攻击的 我的看法很简单 他们会攻击 表示他们会怕 他们会痛 看到民调有影响 所以才这样攻击 林北好游这个版主 林玉宏以及国民党党工 许哲兵的自导自言恐吓 今天贞结起诉 来瑞哥 现在国民党就当作没事吗 然后后来发现 那个潜逃到国外 说什么笔电在国外丢掉 原来是藏在台湾 现在也被收到了 对没错 那么桃园地检署 今天把林北好游 这个林玉宏跟许哲兵 两个人提起攻速 包括伪造文书 诬告恐吓 这些相关的 包括灭政等等 全部提起攻速 我长期跟林北好游 一起上节目 他从头到尾都在骂民进党 从头到尾都在骂民进党 还故意在2020年 那么蔡英文817万票 当选了这个相关的 等于说总统了以后 还故意用网络的漏洞 加入民进党 我后来回想这一段 他早就在预谋 要这个等于说 做一些事情了 故意要让人家认为说 他是民进党的 我长期跟他上节目 从大概四五年前一开始 全部都在上节目 他从头到尾都在骂民进党 因为他打着自己 是精致小农 用了这个东西 包括鸡蛋 就是为了鸡蛋 奇怪 他打蛋 打那个臭鸡蛋 打那什么 自从他们抓进去 关了以后 台湾的蛋突然间不臭了 进口蛋突然间不烂了 然后紧接而来 蛋价也跌了 就是很奇怪 为什么呢 有人在里面搞鬼 那么今天也经过 桃圆地检署的起诉了以后 我们赫然发现 我们之前猜的是对的 因为我们之前猜说 真的在维也纳机场 因为我去过维也纳 真的在维也纳机场的 自然是很棒的 真的会在那边 因为在上网被偷了吗 我不相信 果然我的不相信是对的 他根本就没有在维也纳 把那个笔电被人家偷走 没有 他是用自己的名义 然后把那个笔电格式化 format以后 因为有些人误以为说 你把你的笔电跟电脑 format格式化了以后 里面所有的资料 全部被盖住 现在检调单位 把调查局这相关的单位 正在回复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真的吗 有办法 有办法 是啊 因为我之前 我女儿的那个电脑 也不小心格式化 但是要很贵 民间有高手 但是很贵 那个金额真的很贵 非常贵 比你的那个 比那个价格贵好几倍 你知道吗 他们高手有办法把他回来 那么搞了半天是 原来他用国外 寄国际邮包的方式 给北部的一个朋友 你知道吗 他把他format以后 还把他寄回来 他把他寄回来以后 这些 因为你要去查嘛 要查相关的流箱 被查出来的以后 立刻火速 冲到那个朋友 家里去 这个朋友连拆 那个国际报告 都还没有拆 所以马上查扣了以后 马上进去 由这个电脑高手 进行相关的复原工作 那现在当然 这个检察官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他用了一些文言文 用一些文言文在起诉里面 各位不用去找那些文言文 你太累了 用白话文这简单讲 就是说 喝杯好油跟这个许泽斌 他们欺骗了自我吹嘘 不用多久就会被识破 弄假弄虚作假 不要多久就会被揭穿 他讲的意思是这样 就这些人 这两个人 对不对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言行不符的方式 然后呢 再玩弄在鼓掌之间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许泽斌到一家咖啡店里面 用那个WiFi上网了以后 跳往到国外去 误以为要制造断点吗 那我相信 那么检调单位 一定查到有更多东西 可能还在解密 不过我就不懂了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一抓进去关了以后 最好笑是因为这个林北好油的内疆党政 所以现在要推向说是民进党干的 民进党干的 民进党故意 故意骂民进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治人物 然后上节目吗 不可能嘛 所以这是有计划的一个 等于说 知法王法的一个行为嘛 然后呢 他们抓进去关了以后 你可以发现安静了一段时间 是 干净跟安静的一段时间 所以显然 那么他们里面呢 有一股这个 有相关的着流啊 那么有 我不知道政治的手伸进去有多伸 但是呢 所谓的网军 所谓的侧翼 所谓的1450 搞了半天 他们就是最好血淋淋赤裸裸的写照 的确 我们看到 这相关的这些人落网之后呢 我们说缺弹不见了 坏弹也没了 甚至弹也降价了 所以我们看到蓝银包裹是吗 侯友宜啊 这些人难道不需要道歉吗 他们当然需要道歉 但是我要看更深一点 你觉得只是蓝银吗 这后面有没有认知作战的产业链 甚至于这后面最大的操盘人 出资人 会不会就是中共呢 我必须要讲 中国介入这次台湾大选 力道史无前例 他是政协主席王富宁 本来就是搞宣传的 然后伙同中宣部 国台办 所有地方中央一起来 多目标 多议题 多渠道 全面的作战 不是只有林北郝 这个议题哦 包括他们非常会 掌握台湾的脉动 疫苗 弹的问题 风电光电 每一样哪个不是认知作战 都说你民进党贪污 哪一样是事实 好 林北郝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剖析 各位知道中共是怎么 那个丘楼是怎么样吗 他出资操盘 然后非常的厉害 他先找了地方派系 或者是公关公司 亲中企业 或者网军大户 这些人是大盘 大盘之后再找下游的 下游哪谁呢 比如说网路的直播组 比如说粉丝专业 这个版主 还有政论名嘴等等的 然后就开始带议题 带风向炒作 那当你带了一个热度以后 包括很多的 比如说一些网路媒体 是不是也都要加入 因为要流量 要声量 因为它有热度 好了 然后就散布到 9的群组去 就大叔一直讲 一直讲的结果 你9群组 只要百分之一尺码 百分之二十三十人相信 我们最好的陈吉仲部长 不就这样被搞下台了吗 好那你就问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花钱嘛 你办事嘛 所以要拿钱 金流怎么来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丑楼 又到 他是这样 因为呢 刚开始可能还找中间商 可是几次合作以后 大家比如说 网路的这个粉丝专业版主 跟中国这边已经对口嘛 直接收留 也不用中间商了 我直接赚 怎么赚呢 他们呢 领取加密货币 比特币 加密的 所以你很难去找这个金流 而且去哪边领呢 去海外 去香港 比如说去香港领比特币 然后呢 再把它 再飞到第三地去开户 把钱转过去之后 在当地卖出比特币 再转回来台湾 然后大家不是在发现一件事情 林玉宏在案发之后 他飞到哪里去 他飞到香港 他要去奥地利 对不对 对 那我请问你 你是不是到香港去领比特币了 你是不是在转到奥地利去 然后在那边开户 把比特币卖掉 再转回来 去领酬劳就对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操作 不然你告诉我 为什么 当他知道事情败露之后 他急急的跑去香港跟奥地利 合理吗 金流怎么查呢 手法是这样子的隐秘 好 所以你就看得到了 他们这一次是用尽的力气 那包括你明面上看到的 比如说国台办这些 找村里长去 可是在媒体上面的 他是中宣部 伙同他们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 这里下有个311福州基地 这里面他们是一家一家一家 去找台湾的媒体 网路这些公司一起来操作 尤其他非常敏感的 发现台湾人对食安很在意 对切身的问题很在意 所以疫苗 所以这个包括这个鸡蛋 包括光电 这些问题都在打 但是你想想看 你只要破获了这个网 我问你 请问有坏蛋吗 没有 请问蛋价是不是回跌了 一些问题就都消失了 就解决了 然后义蛋呢 我们为什么白白几个月 都不能吃到义蛋呢 这些问题都消失了 所以面对这种 除非有跨部会的 有这种危机管控中心 但是老实说 我觉得到时候 在野党会骂你 说什么 你养网军在监控网路 又是这样子 但是台湾如果一直 限于这样的认知作战 我必须要讲 尤其最后一个月 我认为中国戒选的手法 会更加的细密 更多的抹黑手段 我认为赖消费 真的要很注意 是 来 杰明哥 因为今天传出了 好像中共那边 有所谓的什么 对台选战的工作会议 是不是 是不是都这种一条 一条边的方式 来介入台湾大选 最近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台商 他们被找去开会 然后他们自己就跟 台湾人说 你也知道 我们在这地方 他乡异地 我们被迫 也要开这个会议 马上自己承认说 哎呀 对不起 我们真的是被找去开会了 这难得 就是台商开会 台湾会知道 以前他们开会的时候 就秘密的办码 我们还要去查 你的经理我怎么来的 你这台商怎么做 就没有 这台商直接说 我们被找去了 真的很抱歉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已经开始有 至少三个 三组的这个 中国旅游团的 这些所谓的市主 就是这些 到中国带领 这些纯里长 已经正式被边境管理了 这到底有多深 事实上我上次 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在聊这件事 私底下就有人说 其实新北市也很多里长 早就被带过去了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中国正在细腻的 想去操盘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许哲兵为什么不讨论 许哲兵才是要脚啊 许哲兵是国民党里面的党工啊 他手上握有了上千组的 这个所谓的 没有人头的 这些网军啊 然后而且通过国外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管道 来台湾操作 所以我好奇啊 这种许哲兵被抓走的时候 国民党以前不是很多议员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最致命我们中山区那一位 他们说他被外国人这个恐吓 也没有恐吓啦 现在恐吓不见了 因为节名跟我们注意到 因为蓝营这次 因为针对鸡蛋的问题 他们发现是 这个禁疫弹令将解禁 然后台北市府最近也签署 相关公文 确定解禁在即 所以我不晓得当中 是不是有那关联性 因为他们在操作东西 所以就把这个疫弹给禁了 那现在要解禁了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超级可恶 台北市 基隆市 桃源 台中 新北 联合把这个疫弹给停了 我记得我当时在做事情 攻击这个事情的时候 下面就有网友说 你不知道疫弹有周弹 那你告诉我夜市啊 你哪时候发现到 疫弹有周弹的问题呢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疫弹 全部把它终结 一定 弹价一定会 你想看我们这么说 其实我们新竹县来说 每天吃这个学生有多少 十几万人 你要叫人家打十几万颗蛋吗 台北市 对不对 这个中小学生 这二三十万 你这要打二三十万颗蛋吗 那你想想看 每天少这个蛋 蛋量的这个数量 就减少那么多 然后塑造一件事 吃不到蛋啊 蛋的问题也严重 现在发现到 你本来有这个事情严重了 我发现蛋价也跌了 大家都往苗头 放在台北市 基隆市 桃源 新北跟台中 你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吃不到这个 吃不到疫弹呢 所以最后看看情况 不对默默的大伤击鼓 说我疫弹不要吃了 然后现在要关小门说 一旦先要开放了 所以过程当中 你难道不觉得 国民党正在搭配 许泽兵在搞这个蛋的危机吗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 国民党 而且可能最恐怖